好 花年市长魏嘉贤23号上午呢 是前往了明娶国小 亲自证授自治市小市长 以及团队当选的证书 那么市长魏嘉贤表示 校园选举是让国家栋梁 提早体验民主的洗礼 并且培养自治的能力 而当选是责任的开始 期盼小市长跟着团队 在任期内务必要落实证件 善尽职责不要辜负同学们的期望 23号上午市长魏嘉贤前往明娶国小 受到全校实声的热情欢迎 他除了恭喜自治市团队上任 也亲自为自治市小市长郑寒安 披上彩带并颁证当选证书 小市长选举是在今年6月举办 当时因为疫情影响 只好将受证典礼延期举办 而喜欢运动且在剑道学习 有游易成绩的郑寒安 也以剑道打扮出场 并带领着活力十足的市政团队 向大家表达感谢及支持 首先呢我要感谢上任小市长 陈希恩他们所带领的团队 以及他们付出的辛劳 接下来呢我要介绍自治会 首先是自治会副市长吴祖旭 我是自治会副市长吴祖旭 协助市长冲冲冲 未来一年一定红 好我们拍拍手 警察局长马一珍 我是警察局长马一珍 遵守校规好保保 看到局长不用跑 好拍拍手很有趣哦 接下来呢 是环保局长朱太和 我是环保局长朱太和 环保工作要长久 你我一起爱地球 太棒了 教育局长涂于真 我是教育局长涂于真 读好书好读书 我们未来不会输 好非常好 体育局长连瑞池 我是体育局长连瑞池 爱运动爱生命健康成长一条龙 那今天我们华内斯公所 特别来到我们明子国小 来颁发我们小市长的一个当选证书 我们可以看到小市长郑寒安 他们团队非常活泼 而且非常有精神 那对于他们的证件落实的部分 都有一定的规划跟目标 那可以看到小市长还是很积极的 在把学校各项事务提出相关的建言 那我们更希望有更多学校的 不论是自治小市长还是一些干部的部分 都能够继续努力为自己学校来做一些更好的建议 让学弟学妹甚至同学们 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一个教学环境 谢谢市长今天特地来帮我们小朋友 上了民主法治最好的一课 那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 尤其是我们小市长的团队 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用了孩子们的创意活力来展现民主国小 展新的一页 政坛案的参选证件 包括图书馆借书量由一次最多两本 增加到三本 并奖励每个月借书量最多的人 而午餐歌及打扫歌 也可以配合节庆及活动来做更换 在期末时也要安排举办躲避球赛 及起义竞赛等等 他会在五年中班的教室外头 设置小市长信箱 随时倾听民意随口随道 成为老师们的好帮手 记者徐立琴 花电视报导